有時候這個戴安全帽也是 你搞錯場子囉 沒有 也不一定是安全帽 就是一定要騎著摩托車 也可以到各地去表演頭轉 就是HIP HOP 幹什麼 不好意思 晚來了 我跟你講 其實是這樣子的 我們不是要去環島嗎 是啊 那你幹嘛戴安全帽呢 剛剛徐蘭姐講得多好 你看看 現在其實最吵的這個環島方式 已經不是騎摩托車了 2010年就吵了這個環島方式了 當然就搭乘這種公共運輸 頭髮沒有亂不用擔心 為鼓勵民眾搭乘客運巴士 火車 甚至高鐵等大眾運輸工具旅遊 公路總局請來當紅搞笑藝人 阿堅和納豆當代言 推出環島行巴克活動 只要環島旅遊企劃夠創意 就可獲得2萬元實踐獎金 旅遊心得最優秀者 還可獲得10萬元獎金 阿堅表示 發揮創意可以有很多方式 例如最感動組可以蒐集1000個微笑 酷手組也可以穿著超人裝遊台灣 只要夠酷 沒什麼不可以 那希望就是說 藉著這個活動辦理之後 那我們可以達到我們節能減碳的一個目標 公路總局副局長趙新華也表示 近年來民眾出外旅遊 越來越傾向自己開車 造成台灣排碳量居高不下 要改善這種情況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多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尤其是能夠上山下海的客運 台灣情報李彥影報導 黃不搭攝影 好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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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